关公庙 我们来发读诗 我们把我们全家人都读进去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批读制作的话 我告诉你 我全家 喊话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一起到庙里发读诗 因为自己在前一天公开王定宇传给女助理 我想要你的对话截图之后 王定宇就在脸上PO出截图反击 表示有葛思琪的朋友看不下去 将跟他的对话传给自己 内容是葛思琪承认这个爆料 是瞎掰编造的 但当事人看了之后直说 怎么可能 镜头前有点激动 葛思琪说若要编故事也不可能这样 向人透露 随后网号对手朴志宇 也晒出葛思琪的赖头贴 就是一只狗狗 认为王定宇应该是弄错 另外又自称 从事美术工作的网友 私讯提醒葛思琪指出 王委员的批图痕迹很重 不仅对话框模糊 程度不均 头像跟文字交接触的灰边 也很清晰 通常就是批图 没经过处理 才会出现这样的痕迹 对此 但葛思琪 但葛思琪也预告爆料 未完待虚 你不要害怕 真的 TVBH 刘泽泽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